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诗文都是很惊奇的 秦代的检读没发现过 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惩罚口诀表 比西方整整领先600多年 他的问世打破了 久久惩罚口诀来自阿拉伯的说法 这其中甚至有二半而一分数的概念 由此证实了早在2000多年前 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开始探索数学奥秘 比起这些其余竹简记载的内容 更是足以颠覆现代考古 这其中对秦朝法力 官吏的升迁任免 征兵赴税等 达到了近乎身临其境的描述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爷秦简 与兵马俑并称为秦代考古的岳父双臂 这些数量庞大的竹简 为何会出现在一口枯井中 历史上的秦始皇真的是一个暴君吗 镜头中 这口位于湖南里耶古镇的井 被誉为中华第一井 当年考古队攻出土了三万六千枚勤简 经过数年的研究 上面的内容几乎涵盖了 秦朝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年代跨越之大 从建国时的公元前221年 一直延续至公元前208年 也就是在竹简被投入井下两年后 这个一同九州的帝国迎来了末日 由此专家怀疑 它的拥有者应该是时任千灵县的县府人员 某天深夜农民叛军发起了攻击 按照朝廷法度 这些记载有户籍户税的竹简属于机密文件 必须在城破时提前销毁 于是在县官的监督下 数以万计的检毒被投入祸害 此时叛军的喊杀声已在咫尺之咬 为了逃命 还有一批竹简被丢弃在了院内的枯井中 一晃几千年过去了 由于淤泥的阻隔 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成功地重建天日 其中有些内容甚至连史学泰斗司马迁都没有见过 上面的墨字清晰有力 真实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秦朝 小到村口天治的渡船 大到户籍冲睡 全都应有尽有 这其中最让人开安调决的 莫过于秦始皇设计的十五制度 按照居住地 五家编为一五 十五看作一十 和平年代公耕纳税 战时征兵入伍 效率高 速度快 平时还用武长什么负责监督 虽然有些残酷 但的确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除此外 竹简中还记载了一项特别的法律 其思维简直碾压两千年后的认知 百步之内 若不施以援手 均重罚 意思是说 大街上若有人被欺压凌辱 或遇到歹人坐监犯科 一百步以内 路人必须上前制止 否则均暗刑处罚 每个人伐木两副铠甲 正是这些前所未见的法律 让研究人员对秦始皇挂目相看 然而接下来的几行字 更是彻底撕碎了秦始皇暴君的悟名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惩罚口诀表 比西方整整领先六百多年 他的问世 打破了九九惩罚口诀来自阿拉伯的说法 这其中甚至有二半而一分数的概念 由此证实了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开始探索数学奥秘 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诗文都是很惊奇的 秦代的检读没发现过 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 比起这些 基于竹简记载的内容 更是足以颠覆现代考古 经过统计 耶利诸简上共计有二十余万字 其中很多的记载和古人记载的秦朝大相径庭 以征发为例 众所周知 当年的陈胜无光起义 就是因为路上耽搁了几日 老百姓怕砍头 才激看而起 听而走险的 但实际上呢 秦简上清晰的写明 狱中发征 伐福行 自二甲 十七 三日到五日岁 翻译成今天的话 大军征发途中若遇到漂泊大雨 无法按时归影 每个人罚两副盔甲 根本不用砍头 若迟到三到五天 长官会进行训斥 由此可见 当年的接干而起 飞水一战 很明显是陈胜无光 故意散播谣言导致的 当然了 也有一种可能 农民起义 兴起于秦二世上位后 其本名古害 乃是有名的暴君 无父无母 徒兄世地 篡改秦绿 也在秦礼之中 除了庄严作目的条文外 礼严情谨中 还记录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 两千多年前 官员百姓的生活面貌 秦始皇26年8月 靖陵县 一个叫狼的男子 找到了千陵县府衙 扬言要驾船去楚国故地 寻求瓦片 那个年代 生产技术落后 瓦片是盖房子重要的原材料 很多都倒塌在战火中 眼瞧男子说的 头头是头 便将渡船借给他 其料狼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此经办人员差点丢了吴纱帽 除此外 还有些竹简记载了 秦朝官员是如何领口粮的 正所谓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为了节约两事 秦法规定 出差的公务人员 一律不得向所在部门失手 而是由沿途驿站供给食物 至于 出公差用到的马车 船舶等 均有专人看管 甚至礼业警警中 还提到了一项超前的规定 县府人员在搭乘马匹车船时 若与公务无关 超过一礼 等同于贪赃 虚论罪 这不由得令人想到了 今天的公务员用车 不得不感叹 秦朝政府的演技 早已超过了时代局限 随着礼业勤俭不断的被破译 一场隐瞒了千年的冤案 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所谓的秦始皇 焚书坑儒 压根就是含血喷人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当年司马迁都没有见到这些史料 突然一下子涌现到我们面前 那就是学术学当时 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第一次看到秦简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诗文 都是很惊奇的 秦代的检组没发现过 一字一句 都是真实的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惩罚口诀表 比西方整整领先600多年 他的问世打破了 久久惩罚口诀来自阿拉伯的说法 这其中甚至还有二半而一分数的概念 由此重视了 早在2000多年前 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开始探索数学的奥秘 比起这些 其余逐简记载的内容 更是足以颠覆现代考古 按照逐简记载 秦朝建立初期 丞相李斯上述建议 百家证明 不易于政府统治 应当奉行法家治国的理念 烧掉其主赵魏各国的史书 仅于秦史为正宗 这便是后来著名的焚书 殊不知 除了烧毁的各国史册外 民间流传的医药 占卜 农学等 全都完好无损 至于坑儒 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嬴政登记后 对天下读书人待遇优厚 尤其是方氏们 打着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的幌子 假官禁绝 锦衣玉使 只可惜 谎言终有露出马脚的一天 公元前212年 享誉全国的方氏侯生和卢生 生怕拿了秦始皇的钱 又迟迟找不到仙药而被治罪 于是趁夜溜走 事后不知悔改的二人 猪八戒倒打一耙 沿途不断地编排秦始皇的恶行 往嬴政脑袋上泼脏水 一怒之下 皇帝下令严判 九出其党羽 共计460多人 当着全天下的面 坑杀在首都咸阳 这便是流传后世的坑儒 也许是有人从中作梗 或许时间太久 以讹传讹 数百年后 到了司马迁笔下 居然成了秦始皇 暴虐成性 当众捕杀儒生 嗜血坑杀 甚至有人诽谤 嬴政是儒家文化断代的第一罪人 他的目的是为了渔迷 剥削百姓 好做到千秋一统 事态为君 难怪很多学者 见到了这批勤劫后 一个个垂胸顿足 指呼我们误会了秦始皇 黑了他整整两千多年 毕竟 这些人若是落到朱元璋手里 恐怕绝对不是坑杀 这么简单了 不剥皮喧草 临时处死都算轻的 事后还得一个个一灭三族 甚至是十族 由此可见 横扫中原六合一统的嬴政 并非残酷暴虐之人 他也会被人骗 对待臣民 施以法度 这点可以从秦朝的邮政系统中 初见端倪 要知道 竹简发现地千灵县 距离首都咸阳 足有六百多公里 然而政令却上言下笑 畅达无阻 靠的不仅是书同文 车同轨 更是一整套不亚于今天的游政体系 因为陆路 水路条件有别 秦朝的游地分为三种 公车递送 乘船 马车运送 名义 人力护送 叫游 为了确保政令 能第一时间运达 沿途不采用 接力方式 有专门的驿馆提供食宿 正是因为竹简内的 新进律法 才使得秦国 可以从战国末期的 清风血雨中脱颖而出 建立华夏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对此你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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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